KB Sermaine,你的名字還寫好了沒有? 我在搞定了 活該 手機 Reboot 我在做事了 你這張什麼卡? 你那張 這張1050TI給你幫不幫到手 不如用戶機 直接用我的手機吧 16GB RAM 4核 試試吧 還寫完篇稿 不然星期日要你回來交稿 不要再被我捉到你打機了 1050TI 有水冷 RAM也不錯 李老闆有PUBG 這麼多遊戲 還說我不要打機 讓我安裝一下MON HUN 你趁等MON HUN 先打一場PUBG 寫了寫了 左邊左邊 現在我沒有驚嚇到少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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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可以試試MON SANTA 好啊 好啊 嘩 嘩 嘩 你老闆是1050TI 那些只有40多fps CPU還要這樣 GPU幹什麼 不太對路 先看看CPU 你老闆 Call to Xtreme X9770 還行16GB RAM 你P品搞定了沒有 那幾快不快 楊師傅 是就是GTX1050TI 還有16GB RAM 究竟有什麼驅使你在2018年還要選擇775 是我 還是責任 是環保啊 好啊 在8月1日政府實施了4.1路 這個徵費計劃 以循環再做的方式來取代堆填 但是除了循環再做這個方式之外 其實循環再用也是一個好方法來的 例如測試這部機 已經是10年前的電腦 但是我們在這部機裡 就加了SSD 和USB 3.0的卡 升級到16GB RAM 以及加了一張1050TI的顯示卡 去應付現在遊戲的需要 我們測試了PUBG 有70幾個FPS 那麼 Monsanta 有40幾個FPS 現在這個組合 未必是最平衡的 但是 我是用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10年前的電腦 但是如果你說 你有1366平台的CPU 或者有一些比較舊的 一代或者二代的i5i7的CPU 其實都已經很符合到現今遊戲的需求 效能分別也不會說真的十分之大 那麼你們都可以想一下 用升級來取代了這個整部廢器 或者整部器智 其實有些不用的電腦硬件 舊的電腦硬件 你可以在二手的拍賣區買了它 或者轉陣給有需要的人 那麼 雖然我們XF身為一個媒體 經常評測新的東西 但是我們都不希望製造太多的電子廢料 那麼 學政府所說 別做大浪費